我是林语,也是何家荣 2026集 那树上的是,是个人? 这地上好像还有一个 好像,好像已经死了,身上地上全是血 季循和云州等人看到前面的景象后,顿时脸色大变 云州已经迫不及待地一个箭步冲过去 不过一想到,没有经过林语的允许,赶紧又返回来 转头望向林语 林语眉头紧促,接着用手电筒朝着树林死下扫了扫 见四周没有异样,这才招呼着众人冲上去 到了跟前众人才清晰地看到了景象,忍不住倒吸口凉气 只见他们面前那棵粗壮的树干上 贪立着一个浑身是血的,歪着头的男子 四肢下垂,而这男子胸口处结结实实地 插着一根手臂粗细的粗壮树枝 直接洞穿了这个男子的胸口,扎在了树干之上 仿佛被人用大力制出 用这么粗壮的树枝生生将男子钉死在树干上的 而另外一个,一个四肢被斩断的男子扑倒在雪地里 四周被鲜血染得通红一片 脑袋已经扁了,根本看不出模样 眼前血腥恐怖的情形与周围清冷孤寂的环境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心头发毛,寒毛倒数 角木胶神情严肃无比,满脸警惕地私下扫尸着 沉声问道,这两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又是神杀的他们 这说明这树林里面不只有我们这一拨人 百人图双目,锐利地扫着四周 浑身肌肉紧绷,做好了随时动手的准备 谭凯等人用手电筒罩了一圈 在远处没有发现任何人 如果这树林中还有其他人 我们就要加倍小心了 抗金龙皱着眉头沉声说道 会不会是林霄他们 李土帽忍不住插嘴问道 或许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没有走出这树林 不错,有这个可能 但是暂时还无法完全确定 林宇点点头 哎,这个人不就是何队长打伤的那个 无叉难吗 此时细心地继续突然间发现了什么 他惊叫一声 接着一个剑步冲到尸体跟前 低头,看着尸体 那肿得宛如,顽口粗细地退 他急声说道 就是那个胡刹男 他先前伤脚肿得厉害 而且看那衣服也是一样的衣服 不错 地上这个人的衣服也跟那个黑面男子一样 骨架也完全一样 谭凯检查了一下 那地上脑袋已经扁的那具尸体 忍不住急声说道 竟然是他们两个 角木交颇有一些差异 他本以为这两个人早已逃出树林去了 没成想最后不止没逃出去 反而惨死在这儿 会是谁杀了他们呢 百人图皱着眉头冷声说道 莫非真是灵霄他们 如果是灵霄的话 那真的好了 百里眯着眼 冷声回道 说话的同时 他手电筒四下地扫了起来 他恨不得灵霄 现在就出现在他面前 跟他大战一场 现在到底是谁杀着他们 还说不准呢 不排除有其他悬术高手得到消息 赶赴东北来寻找宣武像 对 有这种可能 角木交点点头急声说道 不管是谁来了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要先想办法走出这个林子 尽早跟玄武像的人会合 对 我们现在最要紧的任务 就是走出去 谭凯皱着眉头 沉声说道 可是我们该怎么走出去呢 要不这次我来领路 抗金龙皱着眉头 看出这片林子中问题的所在了 听到他这话 角木交抗金龙和百人图白礼等人瞬间转过头去 满脸期待地望着他 林雨不知可否笑着点点头 角木交大哥 抗金龙大哥 你们可听说过混沌八卦阵 混沌八卦阵 角木交和抗金龙神情皆是微微一阵 诧异不已 可是那个 号称锁天锁地的混沌八卦阵 百人图和谭凯等人听到这话 顿时来了 兴致转过头去 好奇地望向林雨和角木交他们 满脸懵懂茫然 显然他们都没有听说过 这个所谓的混沌八卦阵 不错 就是悬术古籍 真我眼里面 号称锁天锁地的混沌八卦阵 林雨笑了笑点头望着这片树林 这本书虽然有一部分的内容流传了下来 但是其实里面的内容 却被认为全都是虚构的 对 真我眼里面记载的东西 我们也听老一辈的人讲过 简直是神乎其神 我只以为都是些夸大其词 虚无缥缈的东西 抗金龙的神情陡然间凝重起来 跟着林雨的目光 扫了一眼 树林的深处 他不解说道 可是这跟我们走不出这里 有什么关系啊 莫非是我们陷入在所谓的 混沌八卦阵里面了 但是这遍地的雪山树林 哪儿藏有什么八卦阵呢 虽然他不懂什么是混沌八卦阵 但是八卦阵之类的还是多少要懂一些的 但是仍旧没能从树林中看出任何的端倪 你没看出来倒也正常 其实起初我也万万没想到竟然能够在这个树林当中用上这混沌八卦阵 而且还能利用的这样的浑然天成 分寸拿捏得十分恰当 真是让人惊叹啊 一手缔造着混沌八卦阵的人 当真是一位爵士高人 只不过从这些树林来推算的话 只怕已是做苦了 无缘得见 实是毕生之憾啊 说着林雨忍不住蔚然常叹 他神色黯然 满脸的怅然若失 先生 您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 百人图见林雨 显有如此称赞崇拜一个人 不由无比的好奇询问 您所谓的混沌八卦阵 就隐藏在这树林里 就是这玩意困住了我们 不错 混沌八卦阵是悬术中的一种极为高深的阵法 可以运用在军事战争 机关构造 围观锁骨等这些方面 号称锁天锁地 万物非绝的意思 是说混沌八卦阵 只要步上了 不得得当 可以将天地万物都锁死在里面 直到累死 你也走不出去 这有点吹牛了吧 蒋木娇沉声说到 语气有一些将信将疑 不过 却不由感觉到几倍发寒 至于是否是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我也不知道 也无人能跟我们确认 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 我们现在碰到的绝对就是这个混沌八卦阵 而且我敢确认 这位高手对混沌八卦阵研究得极深 补阵的时候 分寸拿捏得十分恰当 手下留情 只阻人前进 却不伤人性命 再见